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8日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晚上 現在是復活節假期 我們繼續跟大家 探討時事 我們這節想跟大家 講講 其中一個 被譽為 最大的 恐怖祝福 死亡之吻 的最強者 這個叫做成龍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 成龍 就是被揭 無論是幫甚麼做代言人 一定 令到那個產品 或者是公司 出現重大困難 甚至乎是倒閉 成龍 無論是在各方面 都受到非常之嚴重的非議 成龍最近 就是被翻炒了就是一條影片 我也找回相關的影片 最近 在國內又再瘋傳 那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 成龍 出來大談這個 就是辱華事件 最近這個話題 又再被炒過 但是跟以前就是有 不相同的情況 所以我們想大家 留意的是 現在中國大陸 裏面的主流意見 我們認為 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見 是有重大改變 我們繼續揭露 這個成龍所說的 的辱華問題 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我們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敬請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請大家記得運用免費方法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屋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回來一起研究成龍 成龍 有很多驚人的對話 例如這個成龍 大談這個中國人 成龍有很多 經典 對於中國大陸的評論 例如他說中國人就是要管 又有 這個叫做成龍說 中國製造的東西 會爆炸 所以成龍 在中國大陸裏面 所說的話 很多時候 都是受到 中國大陸 嚴厲批評 最近 有一條影片應該是一條舊影片來的 舊影片 最近又再在內地再次傳閱 關於成龍 去評論 那個 就是做戲 關於肉華問題 我們先跟大家說說影片內容 簡單來說 成龍就是 為甚麼我們的 中國人 他也是啦 我們不是 為甚麼那麼小器呢 他說 很多外國的演員 拍我們的港產電影 又或者他叫做中國電影 做中國電影的時候 都是做反派演員 例如工夫片 有大量的鬼佬在做奸角 大量的鬼佬奸角 就是給你們的華人演員 或者叫做中國演員 例如成龍自己本身 被成龍打到一摸一摸 又或者被李連傑打到一摸一摸 按照 肉華的說法 如果 華人的演員在電影裏面 飾演的是反派的話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他就會說這個叫做肉華 成龍的質疑其實也很簡單 用相同邏輯 就是既然是這樣 如果 在你的電影裏面 有大量的鬼佬 例如美國人或者英國人 又或者其他鬼佬 他們飾演 在電影裏面做奸角的話 按照中國式的邏輯 這個就叫做肉美肉英 即是美國和英國 又或者其他國家 很多時候我們也分不出到底人家是甚麼國籍 用相同的邏輯 你說人家侮辱你 但是你自己的電影 拍了那麼多 都是在侮辱人 他認為 這種思想完全錯誤 當然他用一個 中國人的角度去說 覺得中國人應該大方一點 最近 成龍的 片段 就是被拿出來熱烈討論 以往 成龍的這個說法 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之辱華的事情 如果換了在兩三年之前 尤其是這個 叫做中國大陸 辱華的高峰 什麼叫做辱華的高峰 就是每一件事 都是上綱上線 每一件事都說人家的鬼佬 在抹黑 在侮辱中國大陸 大家還記不記得 真真正正最大的高峰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 2016年 大家還記得 香港也發生過辱華風波 這個叫做 本土派的議員 兩名本土派議員當選 一個 是梁仲恒 一個是尤惠貞 兩名本土派議員 在香港的立法會 宣誓的時候 就被一大群親建制的人 出來說他是侮辱中國大陸 說他辱華 當時 他們說了這個叫做 支那兩個字 今天支那這兩個字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非常非常之普遍 我們也會經常說的 但是我們當然也強調 我們現在 討厭 和厭惑的是中國共產黨支那政權 對於國內 支持民主自由 價值的人 我們絕對不會當敵人 換句話說 我們針對的都是中共政權 和內不內地人其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所以其實由始至終 用辱華作為藉口 其實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政權 用來維護自己權益 的一個藉口 在兩三年之前 又或者是五六年之前 香港 也是用辱華作為藉口 用來對付 香港的本土主義 以及香港的本土派 成龍的說話 成龍的說話 最慘的地方 就是雙面人 其實 有時中國大陸想引用成龍說的話 因為成龍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親中的人士 但是成龍所說的話 經常 在反駁中國大陸 來到近日 這段影片再度傳播 大家會發現 曾經有一段時間 真的叫做 炒得 沸沸揚揚揚 就是每一件事 都用辱華 作為一種炒作 只要每一次 說有辱華風波 中國大陸 民眾就會瘋狂 瘋狂圍攻 就是早在兩年 兩三年之前 只是一個環球時報的老總 胡錫進 出來大談 中國大陸 還有一些軍事五毛 在說怎樣對付美國 大家應該還記得很清楚 但是 時至今天 兩年 三年 之後的今天 經歷了武漢肺炎 動態清零 二十大 習近平清帝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個 叫做辱華概念股 辱華概念 正式是崩盤 這個 用辱華 還有大漢族民族主義 統一團結 的戰線概念 已經陷入 徹底的崩盤狀態 內地近日傳成龍這段說話 其實反映了一個 很嚴重的現象 就是 辱華的概念已經再不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 炒作用來做統一戰線 的一個概念 已經成為了一個 崩盤概念了 沒辦法 多得習近平 習近平不是開玩笑的 習近平的破壞力 真的遠遠高於成龍 所以一山橫又一山高 自從習近平出現了之後 中國大陸很多思想 和想法 出現了根本性變化 現在 在中國大陸 最重要的那件事 是叫做求生 因為現在 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所以中國大陸 最近也爆發 這個叫做張家界跳崖事件 Tony會跟大家詳細說 我在這裏就不再詳細說 這些事件 是冰山一角 但是這個冰山 開始浮現 所以大家 其實應該在咬緊牙關 中國大陸可以炒作的法寶 開始越來越少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呢 在黑池 就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沒錯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